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大声女 毕竟我是听她的歌长大的 我是听她的歌长大的 她的音乐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四位师傅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有她的特质 然后各有千秋 我觉得是有变化的 一开始可能还是有一些顾虑 我第一次做大师兄 第一次做哥哥 给了自己一些压力 但是后来发现 慢慢我们熟络了之后 我觉得其实这些负担和压力 并不需要的 大张伟 机智脑洞大开 不按套路出牌 然后宇宁呢 让我觉得她是一个 特别勇敢的男孩 特别坚强 特别智慧 思成呢 她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 很秀气 很英俊 宇宁啊 小宁啊 哥跟你说一句话 我特别喜欢你在节目当中说单东话 特别亲切 我有一个梦想 这个节目到最后一期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让大张伟和思成都讲单东话 有太多了 就是没有办法排序第一第二的 什么牛肉米粉啊 小龙虾呀 包仔饭啊 腊肉啊 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 就是到了那之后 就特别理解 前锋同志为什么减肥那么辛苦了 对 如果我长期在湖南的话 我也不减肥 真的那么美 那么多的美食 为什么要减肥啊 人生难得 几回胖 不需要安利 这么好看 这么好看的节目 有我 有大张伟 有宇宁 有 有司成 还需要安利啊 而且我们这么具有正能量 对吧 我们 有意义 有欢乐 有泪水 有师傅 有湖南卫视 有芒果TV 还需要等什么呢 就来看我们的师傅吧